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下因式分解 其实因式分解呢,它跟我们之前谈了那么久的展开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展开是我们把那个东西乘以式子或者乘以某项东西 而因式分解恰恰好是一个处法的概念 所以比方说5s2次方加15s 我要因式分解这一个式子的话 这些式子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加减法它的左右所有的材料有什么共同点 所以这个加法的左右它有共同点是5号跟15是5的倍数 然后这有s2次方,这有s 因此我可以再放一个s出来 然后画上括号 5s2次方除于5s剩下一个s 正式5s除于5s剩下正三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式分解的结果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体型 因式分解是什么东西 比方说9s2次方加上30s加上25 我们要因式分解这个式子 所以这种呢叫做1元2次方程 1元2次方程的话 它的形式一定是as2次方加bs加c等于0 然后a不能是0 因为abc都属于是系数 这个系数可以是分数 可以是负数 可以是正数 但是偏偏a这个系数不可以是0 因为a如果是0的话就变成是1元1次方程式而已 因此看回这个题目 这种题目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它如果加法的左右都没有什么可以抽取的话 而它又符合是1元2次方程 那么我们就两个括号 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东西乘什么东西 可以得到9s2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试看3s乘于3s 当然其实也有s乘于9s这个结果 当然我们再看一下后面 这个常数项constant 什么乘什么可以得到25 5,5,2,15 当然也可以是25乘于1 然后我们这一边 要搞出一个加净法的结果 是得到这个正30s 从这儿有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5,3,15有15s 3s乘于5有15s 然后15s跟15s 我们放加法的话就是30s 因此正15s 正15s 正30s 这个是我们因式分解了的结果 这个三项式其实可以因式分解成 3s加5的完全平方式 我们再看多一个第三题 比方说 4s平方减25 我们可以因式分解成怎么样的状态 所以其实一看到这种 它是大致上 一元二次的话 应该都是两个夸号 而它会不同于这个第一题的形式 因为第一题的话 它也属于是一元二次 但是这一边我们可以观察得到 它的加法的左右有共同点就先抽掉 而这一边一个是双数 一个是单数 没办法抽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样开工了 但这边可以去判断就是 这儿会是一个平方数吗 因为2的平方是4号 x的平方是x二次方 5的平方是25 然后中间是个减法 然后中间是个减法 减法我们也叫做x 所以这一边我们有个平方x公式 平方x公式其实蛮容易解的 左手边必须要是一个 要先判断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什么东西的平方 然后这儿会是5525嘛 平方x 所以这两者是一样的 然后平方x公式的因式分解很简单罢了 左边的材料写在左手边 右手边的材料写在右手边 一个加一个减 所以这一个就是因式分解它的结果 所以在这儿可以观察到 因式分解其实它的技巧真的跟除法一些关系 但有时候却不像第一题这样子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除法 然后完成因式分解的结果 然后这儿会有完全平方式 然后这儿会有一个平方差 所以大致上今天就先了解这三样东西 所以要准备因式分解的话 在初衷基础其实要先认识的是 完全平方式啊 还是一个平方差 因为当我们可以判断得到的话 其实就像刚才我所展示的 什么叫做一个减一个加这样子的东西 都可以发现得到 接着我们再来谈一下一些立体 比方说这样子的题目 s的二次方减掉3s减掉10 我要进行因式分解 所以可以观察到因式分解的题型 它是不符合方程式的 因为它没有优势 它没有告诉你等于多少 所以这种题型的话 通常因式分解的题型 它的最终答案会是那个式子乘以式子 通常是没得再化简的式子 所以这一边的话 它符合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话 我们就两个括号 什么乘以什么可以得到s二次方 s乘以s 然后什么乘什么可以得到10 然后那个家伙跟那个家伙的关系 必须可以搞到3号 所以我放5和2 5和20符合这一边 然后5和2可以变到3的关系 所以要怎样变到3呢 这二跟这个二会打关系 这二跟这个二会打关系 我用-5s加上2s 就是-3s 这个是我的因式分解的结果 我再看多一个例子 比方说2s二次方 减掉15s 减50 所以这边有双数 然后有单数 没办法抽那个同样的关系 然后这边也符合一元二次方程式 因此我们试看因式分解 什么乘什么有2s二次方呢 我们有2s乘以s 这儿跟这儿的关系 这儿这儿的关系 我放的这个号码 它乘起来可以得到50 然后它的关系乘起来可以得到15 所以我试看 放 这儿我放10 这边我放5 因为2s乘以10是20s 5乘以s是5s 这儿的关系可以变到15s 所以我给它的结果应该是 -20s加上5s 所以正5乘以-10得到-10 这是因式分解的结果 所以这边无论它的系数是如何的话 其实可以想尽办法去尝试 进行try and error 去测试它的那个因式 然后这个就属于最简的那个因式了 我们再看多一题 比方说的题目是6s四次方 减掉s2 减掉2 我要因式分解这个东西 正儿的话就观察一下 它貌似不符合一元二次 对不对 它这个最高次数是四次方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又有点类似在一元二次 如果我说 我跟它写成这样子 这儿是6 然后这儿会是一个 这样子来看待呢 我们把这个s四次方 用指数率把它写成是s二次方的平方关系 然后这儿我们会发现 s二次方也在这儿出现 s二次方也在这儿出现 如果我将 s二次方换云 乘 y 我的这个题目就可以变成了 6y二次方减y减二 是不是 如果又用换云法来看待这一题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 这个6x四次方减s二次方减二 不就是6y二次方减y减二 当然我们要先知道 什么材料是要换云 而换云了 是要让题目变成减义 变成清晰 而不是更加复杂化 所以6y二次方减y减二的话 我们可以因式分解成的 应该是 我这边如果放 3y乘以2y 然后我这边放2 这边放1 因为2y乘2是4y 3y乘以1是3y 4y和3y可以变成负y的关系 我这边放-4y加3y 所以大致上这边 因式分解出来过后 我刚刚说了 s二次方就是y的话 所以我重操这个题目 可以得到是 3s二次分减二 2s二次方加1 这是我因式分解的结果 所以其实换源法的话 也是可以运用这种比较 属于高等点的思维去看待 因式分解的题目 但如果是说可以心里有数 把那个s二次方来做 因式分解的话 也是可以的 只是要小心那个 指数率的一些误区 所以今天说明到此 谢谢